整合产业布局 加快经济融合发展 深中通道开通热度持续 从这个满岸岛这边过去的话 只要花20多分钟就能到 那个南山区那边 就想看看这长达7年的 建设成果是什么样子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5周年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软硬联通双向发力 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从长远去是整个大湾区 会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巨型执币 深中通道通向哪里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琳 今晚呢我们节目要向您介绍 一个新的打卡地点 深中通道 6月30号下午3点 跨越珠江口东西岸 连接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的 一条黄金通道 深中通道正式开通 到7月1号的下午3点钟 24小时的时间 车流量就已经达到了12.5万辆字 壮观的大桥景象 处处都是黑科技的大国重器 还有出众的颜值 这些都让深中通道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顶流 历时七年 艰苦建设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 给大湾区附近的居民 都带来了哪些交通便利和实惠呢 有多少需求将就此被激活和释放 而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不断的升级 规则标准软联通提速明显 这些年区域内的协同融合 向纵深发展 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维绕这些话题 今晚演播室 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苏星春 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 在深中通道开通当天的实地探访 我现在就是在深中通道 中山侧翠亨东收费站 随着我身后通道栏杆的抬起 从这出发的第一辆车 正在缓缓驶入深中通道 西连中山东街深圳横跨林丁阳 这条全长约24公里 即桥捣碎水下互通为一体的深中通道 历经七年建设 是又一座世界级的超级工程 通车后 深圳与中山之间 车程从两小时 一下子缩减到半小时左右 从这个满安岛这边过去的话 只要花20多分钟就能到 那个南山区那一边 所以我感觉会方便很多 确实确实方便很多 就是我们从中山来嘛 就快了很多 然后我就想看看 这长达七年的建设成果 是什么样子的 深中通道不仅综合建设难度世界最高 沿线还隐藏着各种特别的黑科技 首先 深中通道拥有全世界最长 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隧道 全长6.8公里 要在这么长的海底隧道保障行车安全 当然离不开隧道内的黑科技 智能照明系统 隧道内的照明智能控制器 能够根据检测到的洞内外光线 色温数据 交通量变化以及白天黑夜等情况 自动控制调节灯光亮度 同时在隧道行车洞的两侧 可智能调节的全彩景观灯带 也在不断变换着颜色 它可以根据环境温度 车流状况变换灯光色彩 或分段显示不同的灯光颜色 减少行驶过程中的单调感 在深中大桥的桥面中心位置 藏着一道玻璃墙 看上去就是一块一块普通的钢化玻璃 但是它们却是整个深中大桥 抗风的秘密武器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央稳定板 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深中大桥 抗风的一个稳定性 就是主要我们在强风作用下的 一个窝旋的一个发展 从而提高我们的颤震的一个稳定性 深中大桥桥面高达91米 是当前世界上最大跨境 最高桥面的全离岸悬索桥 有地处零丁阳海域 强台风频发区 对抗风稳定性 具有特别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施工人员联合国内四所高校 进行平行研究 经过300多组气动外形设计 及风动试验 大桥主粮优化采用了 水平导流板 加上中央稳定板 加高透风率栏杆的综合气动措施 将大桥发生颤震和窝震的风险 降至最低 24小时12.5万辆车次通过 金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在你看来随着这样一个 深中通道的这个通车 深中两地有多少的需求 会就此被激活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天欠互联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 一小时的这个生活圈 然后12.5万辆 这个数我觉得有点宏观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看 比如说像第一个小时 我们说过了8000辆次 然后呢如果平均下来的话 其实一整天每一个小时 是7000辆次 那7000辆次是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继续算 首先我们先算自己最关心的 就是钱方面的可以算 那么一辆次是66块钱 然后呢7000辆次下来 正好是这个46.2万 对46.2万是一个小时 那么一天下来呢 其实就是1100万 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这个投资 因为它投入是460亿 这样的话 它总体算下来之后呢 它就是10万个小时 也就是11.2年的时间 可能就回本了 那这样的话 一个投资效益比 就马上出来了 那么这个是这个 咱们就是给政府热心算一个账 然后呢除了这个投资效益之外呢 咱们其实还可以给老百姓 咱们自己算一下 是吧 因为原来的时候 你可以绕道走 然后或者是走这个湖门大桥 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这个时间 其实是非常长的 而且公里数 其实最远的是100多公里 现在它通车之后呢 是20多公里 24公里 然后呢车程就在半小时 所以说时间上省了 然后呢通行费上66块钱 实际上听起来还是有点高的 但是呢综合 你把油钱 还有这个综合成本算下来 其实它就没那么高 这样的话这个时间省了 钱也省了 然后路程也省了 整个效率高了 然后呢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这个投资效益比是 这个综合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通道呢 因为它连接着两边 那么连接着这个两边之后 我们可以来找两个 这个典型城市 对吧 比如我们就拿深圳和这个中山 两个城市来说 那么这个通道主打一个通勤 通勤就涉及到这个不动产 那不动产这个方面的话 比如说在深圳上班的人 深圳现在它的房价 均价是五万八 就是不管一手房二手房 平均下来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 那么中山那边呢 其实只有一万四 就是这个 这个价格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即使咱们算上 每个月的这个通勤成本 然后完了之后 咱们也可以看到 它仍然是会有一个 辐射效应的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 相对而言 无论从这个 就是投资效益的这个短期 还是从这个长线的中长期 然后其实都会有 而且这个桥整体上 上去之后 就是这个东人工岛 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枢纽 不是一个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岛 连着隧道 然后它整个的综合枢纽 一方面连着高速公路 另外一方面连着空港 就是机场 另外一方面还连着海港 就它两个港口 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综合的效应发挥 而西人工岛呢 它其实又是一个景点 就是大家都去打卡 然后未来可能还要 再建科普馆 所以说一系列的需求 就这样被拉动起来 没错 刚才金中英用很好的视角 给我们解读了 深中通道的重要性 大家也会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 就相当于 在深圳和中山中间 画了一个关键的一横 罗老师觉得 这一横 给深圳和中山两地 各会带来什么 而且这一横 跨越的是林丁阳 就是原来那个诗词里面 那个林丁阳里 他林丁那个林丁阳 那么这一横呢 其实就把整个 珠山脚的城市圈 重新规划 重新打乱了 实际上 以前呢 其实是广州和佛山 这是一个城市圈 然后珠江的 这个左岸吧 就是东岸 深圳和东莞 惠州 这是一个城市圈 然后西岸 是一个城市圈 但是中间 这一横打通了以后呢 你发现 就是从深圳前海 保安这一带机场 那么到这个中山 那就是20分钟的路程 以前的话 要走两个小时 从两个小时 到20分钟 无论是物理上的距离 还是心理上的距离 都完全不可同之而已 它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圈 也就是说 原来呢 觉得很远的一个地方 现在很近了 很近了以后呢 两个这个 东岸和西岸 两个城市都市圈的话呢 他们之前呢 他们的产业也好 这个人口也好啊 包括人均GDP 都有比较大的差别 而且的话呢 这种差别呢 有一种拉大的这种趋势啊 就是西岸的这个 人均GDP的话呢 比东岸要低4万多啊 而且呢 这个产业上来说 相对而言呢 东岸呢 这边深圳和东莞这边的话 就更高一些 西岸那边要更低一些 那现在这么连通了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圈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互相连通了以后呢 那么整个的这种 珠三角的话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话呢 应该说整个把 这一代的这个经济版图的话呢 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这种变化呢 可能当然西岸的这一部分呢 可能大家就更积极和共这个 觉得这个带来的变化更大 很期待啊 你包括赵庆 这很远的地方 那么到深圳的话呢 只能节省半个小时的路程 但是也是现在非常积极的 说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要再进行各种的这种探讨 所以整个对这个珠江西岸的 这些城市带来的这种新的机遇 那么大家现在呢 都是非常积极的准备迎接 这样的一个机遇 对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 也是除了对于深圳和中山 两地的影响之外 对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 区域发展 其实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对 其实这个通道实际上 它是非架珠江口的 可以说是一子落定满盘活了 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 越港澳大湾区 它前身就叫珠三角 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这样 那么这个珠三角的话 然后实际上在咱们看来 它的那个东岸和西岸 发展的这个不平衡 然后不充分 然后这个是它 就是形成一个世界级的 湾区很大的一个制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约里面 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通道建立起来之后 然后其实东岸和西岸 实际上就迎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展格局 那么东岸这块的话 我们看到实际上 就是最核心的城市就是深圳 然后西岸这边呢 实际上最核心的城市是 珠中江 就是珠海 然后中山和江门 然后呢 但是珠海中山和江门 三个城市的地区的 这个GDP的这个总量加起来 然后只是到深圳的三分之一 所以它的这个不平衡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样一个制约 在咱们现在这个深圳通道 它启动之后 然后这个制约就真正把咱们的 原来说的这个珠三角 画成一个三角形了 这样的前提下 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了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其实就能看到 在这个西岸 其实提了多年的 西岸要加快力度发展 然后西岸和东岸要协调 协同发展 然后其实这个 有了这样的一个深圳通道之后 它才能落下来 才能落实下来 那么落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个 整个这个西岸 然后它的这个最河 实际上就是这个 珠海和澳门 就是珠澳 然后在这个东岸 它的内河实际上就是深港 我们这时候才能 在这个湾区里看到这个 深港珠澳 真正大猪小猪落狱盘 对对对 所以让我们对未来 区域经济的一个协调发展 有了更多的期待 对现在它连通 你看原来那个已经有了 港珠澳大桥 那么香港和澳门 这个已经和珠海 已经连起来了 那现在再有了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个这一行呢 你会发现呢 就是这两个这个 深圳和珠海 两个经济特区 和两个香港和澳门 两个特别行政区呢 它都连起来了 而且呢你想啊 就是它受益的不仅仅是 深圳和中山了 因为当然这两个地方是更直接啊 中山的那个离深圳最近的 那个叫马鞍岛 现在的这个房价的话呢 可能已经会涨起来啊 因为从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去深圳的前海 前海新的这个服务区 服务业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新区 那就是20分钟的车程啊 非常的近 所以呢他们这样的一种关系呢 会互补性非常的强 另外呢就是周标 你包括很多这个香港人 到周末的时候都去深圳 对吧那其实的话还可以转一圈 是吧到中山 然后从澳门这么转回来 那整个呢你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四方形的这样的一个连接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周边的这些城市来说的话 无论是老百姓的生活旅游 对吧还有经济发展 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甚至的话呢对于越西再往远 阳江湛江那一带 它去深圳的距离也大大的缩短 所以整个呢这种大家的这种期待感的话都特别强 所以为什么第一天的话会有十几万 你在抖音上或是在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 到处都是专门跑这一趟的车的人 所以就像我们下棋的时候 这真的是盘活全部棋盘的一个关键一步 那今年呢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刚要出台五周年 五年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形成 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为10.8万亿元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入实施 广东携手港澳加快建设世界级大湾区 发展最好的湾区建设成效明显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 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综合实力再上台阶 大湾区建设启动以来 内联外通高效衔接的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形成 港珠澳大桥建成运营 大湾区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 此外 广深港高铁 南沙大桥 广善高铁等基础设施应连通 让大湾区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持续推进 目前 大湾区拥有7座运输机场 机场密度国内最高 机场群航线网络遍及全球主要城市 连通全球230多个通行点 旅客年吞吐能力达2.2亿人次 客货运量均位居全球主要湾区首位 港口货物年通过能力超16亿吨 其中 集装箱年通过能力约8500万标箱 航线网络覆盖世界主要贸易港口 数据显示 2023年 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达7.95万亿元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9% 完善内联外通的高速公路网 打造世界级港口村和世界级机场村 进一步加快 越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 2024年3月1号 横秦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实施封关运行 这是合作区实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探索 进一步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有力推动秦澳一体化发展 此外 前海出台全国首部投资者保护条例 南沙已落地 期货 航运 数据三大交易所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接牌运作 市场一体化水平逐步提高 从长远去 整个大湾区会是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巨型程序 这个产业人口还是在不断歧视 轨道交通也在不断加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刚要出台五周年以来 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 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联通 还有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 金春如何评价这方面的成效 我们看到硬联通 软联通 让这个大湾区实现了一个融合发展 就什么叫融合发展 我们从物的层面还有人的层面 两个方面一看其实就明白了 那么物的层面实际上就是 原来在东岸和西岸的时候 然后东岸主要是深圳的都市圈 然后西岸主要是珠西的都市圈 然后这两个都市圈 其实是没有打通在一起的 那么现在这个通道修了之后 这两个都市圈能够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不光是硬件的融合 它主要是产业的融合 因为在深圳的话 深圳市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创新前沿城市 而且它围绕创新 它的产业体系已经非常的完备 但是它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就是它的地域制约 发展制约表明显 所以它溢出往哪溢出 所以咱们现在通道溢通 然后对于珠西的都市圈来讲的话 它一直缺乏一个核心的带动力量 而且它能够有很多要素 可以盘活承接 这样的话有一个 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补充 这是一个效应 所以说从硬联通这个方面 就能实现 那么软联通就是人 那么人不光是城市之间 那么人来回走方不方便 其实是一个最典型的 比如说政务上能不能沟通 所以现在深圳和中山这边 看到很多项的 几百项的这个政务 都能够打通了 而且两地可以一地半 然后互通也互认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一个深度融合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景象 对 其实就是要素都流动起来 对 那我们看到这五年来 在粤港澳大湾区 其实先后经历了 比如说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 还有像横琴粤澳澳深度合作区 正式封关运行等一系列 应该说是标志性的事件 刘老师觉得这些举措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 一体化建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对 现在就新的这一横 加上去以后 就是整体上来说 这个物理联通的话 更加紧密了 那么现在看到的 可能在开始的时候 更多的是人员的流通方面了 那么接下来 我觉得未来几年的 它肯定会 原来的供应链 产业链的话 会进行重组 因为之前 要绕虎门大桥 很远的这样的一个路 那么相对而言 珠江的左岸和右岸 互相之间 它的产业链是分割的 也就是说 像深圳 东莞 惠州 它更多的紧密结合起来 然后这边 中山和珠海 它们更多的结合起来 就是说 因为产业链的话 大家都是在100公里左右的 会形成一个聚集效应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内 哪一些企业的话 都会相对集中一些 那么现在 有了这个桥连接起来以后 那么互相割裂的这种 供应链 产业链的话 那么就能打通 所以接下来 未来几年 那可能 就是深圳这边的 它高科技的行业 对吧 那么相关的这些供应链 可能就会往 中山往这面走 就是珠江的西岸 那么西岸的一些 因为它有一些 土地的优势 比如说江门等等 这个相对而言的话 有很大的土地的资源 那么这样的话 建立起来 就能又吸引另外一些产业 所以整个的这种供应链的融合 我觉得 未来几年的话 肯定会要推进 好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黄金内湾架起黄金通道 跨海集训工程 攻克了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 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 无限风光的背后 是七年来数不清的参与部门 在工程设计 建设和运维方面的默默付出 粤港澳大湾区里的关键异衡 即将为沿线的居民 画出一幅最美的生活画卷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更多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